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资策会DXBAR防疫大作战 我是科法所的志雄 我是科法所之隐 最近因为政府防疫的关系 政府会要求说我们要进行一些隔离的一些措施或动作 尽量避免大家会形成一些群聚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染 那我想对大家生活影响最大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已经排定好的课程 或者是旅游活动等等都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其实我想身为消费者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些已经缴交的费用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在法律上有相关的机制可以作为因应吗 谢谢主持人 我们通常刚刚提到的这些 比如说补习班上课或者是说出国旅游 这其实都是我们民事关系里面的契约关系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补习班跟学生订定一个契约 或者是说旅行社跟旅客这边订定一个契约 那这些契约关系在民法上都有规定 如果今天是遇到不可抗力 也就是说不可以规则于契约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情况 在定金的部分都是可以主张退费的 那不可抗力通常我们会刚刚提到天灾人祸嘛 所以可能会是比如说台风啊 或者是说近期的刚刚您提到这个疫情 都是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 是 那其实我想说在这么多方方面面里面 其实大家可能会最在意最关心的一个部分 就是旅游了 因为其实我想以现在对国人来说 出国旅游已经变成每年度一定会安排的一件事情 那大家有时候为了想说省一点机票钱 然后更会提早的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 机票的一个预定 那这特别针对像在旅游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在法律上已经有的机制 可以去做一些因应呢 我们刚刚提到民法嘛 那其实民事关系里面有个特别法 就是消费者保护法 那消保法里面对于比较重要的消费者权益 它其实会特别授权给主管机关来做一些定型化 7月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个规定 那以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旅游为主 就是交通部它其实有公布一个国外旅游7月印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那在这个事项里面有特别去区分说 你今天依照不同的旅游警示的等级 其实你会有不同的退费的机制 那目前全就是在那个指挥官的一个公布之下 其实现在境外就是全球几乎都是第三级的警示 那如果这个依照定型化7月这边的一个规定的话 其实旅游业者它是必须要去退费的 因为这是属于法定的因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不可抗力 那这个退费的范围是在旅游社它必须要去出具一些单据 因为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我们很多都是事前先规划嘛 所以可能旅游社它会有一些它可能已经支付出去的成本 比如说它可能已经先预定当地的出诉啊或是说参费 那这些都是对旅游社来说你说不让它就是可以去核销 好像对它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所以这个时候它可以减负单据 然后跟旅游说那这些必要的费用我是必须要扣除的 那扣除这些费用剩下的就是旅游这边可以获得的一个退费 是 谢谢姿营的说明 那我想每一次任何的争执都是发生在说 当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想要旅游社退费的 可是旅游社它也有它的一些理由 觉得说可能退费应该要有其他的一些处理方式 那假设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争议的时候 那民众有没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去进行申诉 其实是有的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不可抗力嘛 通常会有这样的纷争其实也是在于说 可能业者比如说今天消费者可能只是觉得 比如说像之前警示区只有到二级的时候 那消费者其实只是担心 他可能会觉得说他出去可能会获得感染 那这个客观上来讲有些消费者可能不见得会感染 那有些可能会比如说他可能抵抗力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主张退费不可抗力应出来退费 其实真的就会比较困难就会有纷争 那可能会看客观的一个事实 比如说可能有些航空公司 他其实班次是有停止的有暂停的 那或者说当地的新闻报道也有说 当地有某些比较严重的疫情 那这都是客观上可以去判断 那如果这些可以判断的因素 其实还是很模糊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旅游业的评保协会 他们其实也有一个协调的机制 那旅客跟旅行社都可以透过这个机制去做协调 是 那谢谢姿营的说明 那我想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那也希望大家我们共同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大家一起战胜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